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般 我在行囊上的自占解说 毕举时间是在 2022年的10月份 这是一盘呢 确确的说应该是 即时割舍的起 起和对方的争先出头 那么 即时割舍下来 一块追踪 获得了走外面的机会 即时转身 占了更大的 敌人打入进来 发挥我攻击的特长 把敌人全剑 盛义凡 即时转身 屠龙局 我本人是 70后的烈门兵时代的 烈鱼器迷 2000年之后呢看了很多零件机手的 棋谱尤其是AEI的棋之后呢 对自己的理解又有新的提升 那么我试着把AEI 实在的理解呢 也观察到自己的棋局当中去 感觉到呢自己的这个年龄呢 还能长期长期 也是心中有一种喜悦 我上传的YouTube上的棋谱呢 除了是给自己留个纪念 同时也是想 和大家分享一些的AEI 的心得 同时也供一些不愿动脑下棋的 棋友们呢开心姐妹 希望大家喜欢 好下面开始进入棋局 这盘棋呢我直黑先行 对手呢走了两个搓小木 这个挂角方向呢 是我经常采用的 挂角 我是希望呢白棋走在这边 因为给白棋足够多的空间 然后呢我还是在这边展开 因为我的故事呢都是围绕着这边呢 将来呢展开扩大自己的模样 对方即时挂角 第一挂看呢对方是空外实地的选手 那么赶快飞起来 对方又点了33 这个呢在AI实在经常见到 那么我的思路一而贯之 就是既然这么点了 那么黑棋呢一定的这个方向挡 把白棋的压缩到这边 因为你不可能全吃白棋 那么呢黑棋呢获得了这边更大的发展方向 好AI的定势 那么即时从这边压 连压夺手之后呢 终于把白棋压到了下面 白棋呢试图冲出来 黑棋呢这手棋又得业余了 这个棋因为你都晚了 肯定压不到的 白棋反击正常 黑棋即时割舍 压入 那么这个棋呢 最后呢黑棋本来也可以拆别了 但是我想到呢 把白棋圈封在里面可能更重要 不要留住一些弱点 所以我还多花了一种棋封住 事后看呢这手棋还是起到了作用 但这也要下出很大的决心 因为单独拆别呢可能 从实供上来讲呢可能更大 因为这个呢走后 毕竟是并不是眼见的一个实力 目前从形式分析上来看呢 白棋的实力占优 黑棋呢应该说真有这个一个外势 还落了一个后手 那么下面呢就看黑棋的力量了 这个棋呢关键是可能这个棋走的还是不好 这个棋已经走不到了 那么但这个思路认为 黑棋总体是成功的 因为把白棋 两边棋都压到了三路 这个棋对今后的发展呢 没有任何作用 而黑棋这个外势呢 最后棋局的进程中呢 一一发光 黑棋拆了之后呢 白棋挂脚 黑棋挂脚 白棋拆了之后是黑棋挂脚之后呢 黑棋一定是这边 这边是重点经营的方向 黑棋扳的时候呢 这两个子呢 相对来讲就不重要了 所以说呢 肯定是要这边进攻 白棋的意思是让黑棋补给吃这两个子 那么黑棋这两个子是不可能要的 太小了 续盘阶段太大了 那么黑棋一定是围绕着这个后室展开 自己的布局 白棋挂脚 黑棋挂脚好 故乡撤脱了之后呢 这个棋并不见得好 因为这个棋 黑棋这么刺呢 是给后来造成麻烦的一个原因 因为呢 黑棋这都是断点了 白棋没有断点 黑棋这都是断点 黑棋瞄着断 白棋瞄着黑棋的断点 黑棋还自补了一下 这个时候呢 其实黑棋已经看到 自己的断点太多了 自己的断点太多了 白棋继续靠 黑棋呢 把白板照住 白棋的这手棋的意思是 不可以连过去 希望呢 黑棋呢在这里呢 把一手棋挡一下 但是 这么大的空间 黑棋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所以说呢 还是先走后一手 后 还是更重要 白棋对手棋做得很好 白手对手棋做完之后呢 基本上可以认定 结果黑棋死掉了 因为 这两个断点 白棋必得其一 黑棋不可能 两个都同时都走上 所以说呢 开局呢 就丢掉了 丢了一块棋 但是对黑棋而言呢 甩掉这个负担呢 比救它更重要 因为黑棋获得了更广告的空间 尽管它很大 设计呢 大概四分之一个棋板 但是呢 还有更大的空间 在等着黑棋 并不晚 我认为这手棋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 黑棋在上面这些四字 白棋这边呢 因为毕竟有点空虚 所以呢 黑棋呢 南坡白棋 拆完之后呢 黑棋在这边逼住 白棋 白棋呢 要是地 意思是说这么 我这块是活的 我的两盘可以填上 黑棋呢 继续下做白棋 白棋就地做活 黑棋呢 把上面封住 那么 这番棋呢 可以这么看 走成这种局面呢 应该说两分吧 但是 可能是白棋 略好 白棋还是厚一些 可能手管上 会占一些便宜 黑棋呢 多少还是 有些薄 黑棋必须在攻击中获利 再起 当然了 这种局面下呢 我更愿意吃黑棋 因为 这个 这边的这么大的空地呢 白棋一定会 进不住右锅打入进来 白棋打入进来之后呢 黑棋自然也都做后了 随后的棋迹去进行呢 也更加竞争了这一点 白棋打入黑棋内部 想做活 同时呢 瞄着黑棋这块 这块的弱点 意思是说 比黑棋做活的同时呢 白棋在这里呢 也做活 黑棋 强硬表态 硬上 白棋继续碰 尋到腾弱 黑棋接机 把这个口封死 这是一步大棋 白棋在这里呢 还暂时做不出眼来 白棋在黑棋里面走呢 实际上 白棋这块棋呢 是越来越弱 这时候呢 黑棋这边呢 终于 抓住了白棋的弱点 白棋这边还是出棋了 黑棋在外围 连走了两种之后呢 终于遭到了白棋的弱点 这手棋走完之后呢 还是先手 因为呢 黑棋这里还必须走 否则的话呢 这里先手 这里死了 屋屋就死掉 白棋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棋局还是在这里 看白棋呢 中间能不能活 但是呢 白死一块呢 这也不是白棋所想象的 白棋又是火棋 这样的黑棋先手 在这边打掉之后呢 堵住了这边 白棋的 渡过的机会 这个方向 白棋没有渡过的机会了 只能从里面过去 黑棋又一周围比较厚 也走的比较凶 直接夹到这里 不给白棋做盐的机会 白棋往外面跑 越跑呢 黑棋这个 这个 这个 包围圈砸得救救援 这样呢 黑棋还可以补在外面 黑棋的外面呢 完全是牢固了 走完之后 白棋便没有 见没有渡过走的了 就是投资政府 目前的形势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块其实是白棋的活棋 黑棋呢 这块是应该是可以吃肉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说完之后呢 你看 反倒呢 白棋大差 因为 白棋在黑棋内部走呢 实际上把黑棋的外面全入窗户了 黑棋不仅把白棋杀掉 而且把该得到的权利全部收到了 这就是强调的外线作战的 这个优点 所以说这番棋呢 可见呢 在和和对围的情况下呢 那么 及时割舍 及时转身 尽管丢了很大的一块棋 但是有更大的棋 所以说 所以说 后面呢 在和对手 争执出头的情况下 还是 整件围住了一遍大空 那么发挥了自己攻击的特长 抓住了第一块棋 追报 结束 心情还是很高兴的 谢谢和 谢谢大家的观赏 观看 祝大家一些顺利 希望大家喜欢 点赞 并订阅支持 我们随后见